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OST 蔡英文已經出賣了台獨 他分析6點不是好聲音 誰說的綠雲大佬 游盈隆 他說天佑台灣 天佑台灣人民為什麼 因為蔡英文政府已經公開出賣台獨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吳釗燮說 他沒有要尋求台獨 為什麼蔡英文認為這是一筆好聲音呢 他認知維持現狀才是台灣的主流民意 因為台獨極具爭議性 放棄台獨不可惜 只是時間點選擇而已 第二 美國民主黨政府長期以來不支持台獨 第三 中共強烈反對法理台獨 始終不放棄武力犯台 第四 俄烏戰爭爆發 大大提高了中共武力犯台的風險 而美國被迫捲入 此時不希望台海也爆發戰爭 最後 蔡英文總統任期只剩兩年 在這關鍵時刻出賣台獨 可以一舉討好三姆大叔 和中韓海那一幫人 未來不但有美國當靠商 還可以當敲門磚 還會押韻 為習慣會鋪路 所以 游宜龍說 再怎麼像自以為理性的決策 難免有漏洞 出賣台獨為的並不是一筆好聲音 而是第一 根據美國兩個生意卓著 他意思就是說 美國的民意其實支持台灣 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好吧 游宜龍怎麼講後面我覺得不是重點 重點是他痛罵蔡英文 還列了六點罪狀 六大罪狀 我們來問一下四兄 四兄你怎麼看這六大罪狀 我覺得這個不是很意外 因為從蔡英文執政以來 其實你看他在兩岸上的政策 他就是嘴巴上稍微挑釁一下中共 但是他不敢做什麼太明顯激進的事情 尤其到第二任就連任的那個時候 他後來發明這個中華民國台灣 這個稱呼 然後他等於是 就是那時候就有人解讀說 他是不是往中間光譜靠攏 因為在台灣大多數人的國家認同 其實還是中華民國大多數 但是你綠營跟著藍營喊中華民國 他們心中還是覺得便扭 蔡英文是真的厲害 他就想到一個中華民國台灣 把這個中華民國認同跟台灣認同的 把它縫合起來 但是你當然會說 是不是他偷偷的改了國名什麼的 他也沒有 但他就是開始講說 中華民國台灣 中華民國台灣 那當然有一些比較極端的 獨派支持者可能不太爽 可是大多數綠營支持者 就這樣吞下去了 他們也跟著喊中華民國台灣 然後藍營就開始有點焦慮 因為他們以前一直喊中華民國 結果現在蔡英文也喊中華民國 直到後面多了一個台灣這樣子 感覺兩邊的光譜就開始慢慢的混在一起 所以那時就有一些學者解讀說 蔡英文可能在第二任的時候 他想要留下一些歷史定位 所以他把這個最大公約數 這個中華民國台灣給定出來 那獨派這個部分 我覺得這也是很奧妙 這個比較極端的獨派 不爽歸不爽 可是他們從來都不是主流的聲音 那蔡英文在黨內 他也有很強的宮廷鬥爭的手段 讓這些比較極端的獨派閉嘴 譬如說你看郭寬敏那一群 那群獨派的基金會跟聖綠的大佬 現在也幾乎都不講話了 應該說他們沒有辦法講話了 然後其他的這些民進黨的黨公職 也配合了蔡英文的講法 所以你說郭英龍列了這個六大罪狀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你看他上面寫說 就是美國也不支持台獨 中共也是強烈反對法律台獨 以及不放棄武力犯台 然後再加上這個俄乌衝突 俄乌戰爭 然後這個讓大家對於軍事啊 侵略什麼的 開始有所警覺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同樣一模一樣的理由 現在蔡英文講的理由 如果是國民黨講的話 其實國民黨過去也是這樣講啊 就是為什麼我們希望兩岸和平交流 就是我們不希望發生戰爭 因為只要發生戰爭 就不會有贏家 就全民皆輸 不管台灣輸 大陸也是輸 大陸去挑起這個戰爭 其實包括對他們的這個 國際上的這個發展 或者是對他們經濟民生的這個負擔 這都是一個很龐大的代價 更況是打下去之後 造成整個國際局勢的影響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大陸到現在 他們也不動手 當然我知道大陸 尤其是北方有一些鷹派 就是老鷹的鷹不是蔡英文的鷹 有一些就是不放棄武統 或者整天在那邊喊說 我們就在武統台灣 解放台灣這些鷹派 可是其實這幾年 其實我知道其實習近平 是在壓抑這股聲音的 那我們也慶幸說 中共的高層 就大多數都還是聰明人 就不是會跟著這些小粉紅 或是這些鷹派整天喊說 武統武統 以為好像打下去就解決了 其實政治、軍事、經濟 都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當然民間有很多小粉紅 在那邊亂喊說 武統武統啊 就留島不留人啊 你們這些台灣人 就是根本就不配火子啊 什麼之類的 這種話都非常難聽 我有時候都覺得這點根本就在 分裂兩岸民族的情感 但是我覺得 反正他就讓他們講 我也沒辦法 以民進黨的標準來說 蔡英文這個不只是出賣台獨啊 蔡英文這個根本就直接出賣台灣了 出賣台灣了 可是我覺得這邊的 對 出賣台灣對 因為你講這個重點喔 這邊出賣台灣 不是出賣台獨是出賣台灣 因為過去一模一樣的理由 就是說我們要和平不要戰爭 然後我們不要去挑釁 刺激大陸 不要去刺激中共 這國民黨一直不都在講嗎 可是國民黨講 全部都是上權辱國 都是跪舔中共 都是賣台 那為什麼你民進黨 就可以講這樣的話 然後全黨上下 都會幫你粉飾太平 但是我覺得更關鍵的是 綠營的支持者 還真的就這樣吞下去了 然後綠營的支持者 也會幫忙在擦脂抹粉 他們自己也會自發現去壓抑那些 偏激獨派的聲音 就說你們不要這樣子在那邊鬧 對不對 小英總統這樣子治理台灣 然後你們還在那邊鬧說 什麼要台獨 要法力要改國名 要改國號什麼之類的 你們這樣就是在給小英總統製造麻煩 你們給台灣製造麻煩 所以你們才是多共同路人 記不記得 當時在2019年 賴清德出來跟蔡英文競選總統初選的時候 大家知道賴清德背後是一群獨派的長輩 這群獨派長輩就是比較基本教義派的 他就真的是希望台獨 當然賴清德本人是 他說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賴清德本人認為說 我們沒有必要另外宣布台獨 因為台灣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他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賴清德的講法是這樣子 但是大家都知道賴清德背後的那一群獨派長輩 是真的要台獨建國的 對他們是認真的 但是當時賴清德跳出來 跟蔡英文競爭的時候 整個小英的網軍就一擁而上 然後他們當時的一個說法就是說 你賴清德你就是比較光譜更獨一些 然後你背後這些獨派勢力要崛起要篡位 然後你們現在就是貿然的要推動這個 台獨建國的這個進度 你們就是在給台灣製造麻煩 所以你們就是打破 小英總統這個四年來 好不容易維持的兩岸和諧的這個 微妙的平衡關係 所以你們這些人就是給台灣製造麻煩 你們這些人就是害台灣 被捲入這些貨水麻煩的中共同路人 當時就是這一群更獨的更討厭中共的獨派 竟然被小英的網軍抹上中共同路人 唯一的理由就是你看你綠到一個極致 你就會被抹紅 所以紅綠本一家嘛 紅共綠共本一家 大家都是中國人不要分那麼細 所以我覺得非常奇怪就是綠營的支持者 他們是天性就可以這樣子幫上衛幫這個長官 幫這些高層的領導插枝抹粉 某個程度來說跟小粉紅其實也差不多 這個小粉紅跟小粉綠其實本質上是一模一樣的 他們可以為了服從領導的指示 甚至領導沒有很明確下一個命令 他們就開始自己編造一大堆藉口 然後就自動自動的就開始護航 對要維持黨的正確黨的領導這樣子 我覺得蠻佩服 但是你反觀國民黨 國民黨也有一群比較偏激的一些統派 當然統派也有分有分藍統跟紅統 紅統在台灣是非常令人看不起的 我曾經說過很多次 這些紅統派他們就覺得說 哎呀中國大陸這個經濟都已經崛起 對不對 所以在台灣我們以前都說 我們的這個經濟比人家好 現在台灣早就被這個大陸 這個丟到後面去了 所以倒不如兩岸就統一 而且就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來統一 這樣子我們台灣就回歸祖國 然後我們的這個生活什麼都會很好 但我覺得就有時候紅統派 有時候講過頭了 就他們把所有 就把大陸所有東西都描繪的非常美好 就跟小粉紅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這邊有個關鍵的差別 台灣紅統派跟小粉紅 關鍵差別在於說 小粉紅他畢竟是大陸人 而台灣紅統派他畢竟是台灣人 你台灣人你做出這樣的言論 我說真的就算兩岸真的統一了 那如果照他們的劇本 應該是我們台灣被統 我們中華民國被統 統一之後請問這一些紅統派 他們會得到其他大陸人的尊敬嗎 我不認為 我甚至認為就是現在的共產黨也只是 反正就是我也不對你講什麼 但是基本上你們這樣子的這種嘴臉 我們也是看在眼裡 大家都中國人嘛 歷史這個朝代這麼多 我們大家也都知道說 這個朝代在交替 第一批就投降的 而且甚至還第一批 就來抱我大腿的 當我真正統治之後 這些人你覺得我敢重用嗎 這些人能力到哪裡 我也是一清二楚的 所以我當時就說 其實兩岸如果真的統一 就算是被統 就算是我們中華民國被統 中共治理台灣 你覺得會用這些紅統派嗎 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中共到時候治理台灣 他照樣用那些民進黨的頭人 或者是說像是柯文哲這種的 就是說他跟對岸也表示一個好的關係 然後他在台灣民間又有聲望 或許不會直接去用民進黨的人 可是他可能就會選擇像柯文哲這樣的人 還輪不到你國民黨 所以你說國民黨 開城門迎王師都還沒有輪到你的份 綠營會先衝第一個 就算沒有綠營 柯文哲也會比你應該跟優先的順位 所以我就覺得說有時候在台灣 就是這一群紅統派 他們在訴求統一的主張 我覺得反而又是一種 又是一種亞苗助長 就是說你越講這樣子 其實你越會引起大家的反感 所以其實最近這一兩屆的選舉 其實我們也發現到一個現象 很多那些看起來很偏激的紅統派 其實是民進黨的網軍反串的 或是有時候看起來很偏激的小粉紅 其實也是民進黨反串的 這個已經抓不勝抓了啦 抓不勝抓 最近有一個事情吧 最近那個號稱是時代力量的側翼 什麼墨宇峻的什麼挖哥小故事的 結果他不是實力側翼 他不是實力側翼 他是鷹派的 他是顛覆實力的側翼 就是他是號稱嘛 號稱 但是這個什麼 結果發現了 他都沒有一個是真的 還是男的這樣子 假裝是女生這樣 那多重buff嘛 然後說什麼 反正總之解釋了一輪回來就是 總之我合理就對了 但我覺得今天我們要主重 主重就是說 為什麼今天游盈龍會來怒批蔡英文 就是出賣台獨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他背後還是有一些 這個的思潮在 就是說正統的台獨 其實已經是心死了 國論委來 正統的台獨現在分成兩個狀況 一個是像呂秀蓮這樣子 他已經在找第三條路 而且急急盈盈想找第三條路 但是他很用力找的結果是 搞得在民進黨裡面的 這一些現在想要往上爬的這些人 他們發現了建立的欣喜 我發現打藍的 我可以建立攻擊沒錯 但是藍的太多人修理 而且藍的太廢 對不對 他的黨主席一點戰力都沒有 然後他的最大諸侯只會歲月靜好 所以打他們就等於什麼 打一軍屍體 連起搏機都不會起來的 打屍體不會反彈 那沒有戰功 那大家都會修理 而且講白了 那藍的裡面 就很多在修理自己人的也很多 所以突顯不出他的差異 所以他們現在很多的炮口跟槍口 他們就會打成廣角 那他修理藍的同時 他去修理白銀 那打白銀呢 但是為了白銀 現在企劃還沒有完全呈現起來 所以修理他 聲率的很高興 但是一般人無感 譬如說去南部 我最近剛好 遇到一些民眾黨在台南的候選人 那他們就常常被這些勝利的抓去立正站好 那就是 就說你那個蕭醫生 建修了 回去 回去 不要出來算了 瞎瞎的看一看 就說你們那個瘋醫生 哎呀 能不能亂講話 收一收回去了 丟人丟死了 你們走開 那這問題是 你打白了 你只能討好這一群人 那這一群人 你討好不討好他 他媽的都是你的票 那你對側翼來講 這沒有辦法做KPI 對不對 因為我們在講做任何事情 他總是要有一個效果 但是回過頭來 那最後怎麼辦呢 找誰修理 就是修理這一些 想找第三條路線的人 那修理他們 那他就形成另外一種 因為有一些他們會有一些包袱 尤其是黨內的人會有一些包袱 看到呂秀琳頭低低的 不敢抬起來 對不對 你看那個高嘉瑜 有一次跟施明德 那時候還施明德還會上節目的時候 跟施明德吵架 那當中被施明德洗臉 就是當施明德在發怒的時候 高嘉瑜想要變什麼 所有人都側目他 高嘉瑜自己越講越小聲 就不講話 然後人家嗆爆你就說 我們是鋤頭派啊 你們是鐮刀啊 光嗆你這個邏輯你就掛掉了 所以我覺得今天就為什麼說 這個其實他們我認為 這是正統台獨的最後一種 無力的反擊 但是我也必須講這些正統的台獨 老實說就你們灌出來的 今天不是你們灌出來的嗎 我講真的雖然這樣講不太好 但是老實說 真的是有的時候 尤其是現在還沒有想到說 你要趕快去跟在野黨的力量 去跟不同的聲音 就是民進黨之外的聲音 趕快去結合大家互相來幫忙的 這個狀況 那你那一些還在死腦筋的 然後你覺得又很心灰藝人 又不敢講話 就尤雯龍還不錯啦 尤雯龍至少他已經 其實也不是說他自己要跳出來 人家也把他踢出來嘛 那尤雯龍講這話 其實背後他有一群人 那一群人是什麼 他到現在是覺得民進黨執政很好 可是看到蔡英文這樣搞 還有心死 那不就你灌出來了嗎 公他拍天還可以細好嘛 三好加幾好就細好嘛 就三好加一好十好嘛 對不對 當初就跟你警告了 就你台獨要成功 那你就要讓這些人 真心去擁抱這個價值 而不是讓他們去吃香喝辣的 當你其實講白 你讓蔡英文繼續執政 你就是飲鎮止渴嘛 你就是直接把台獨給毒死啦 這是毒雅 這台獨就還在那邊說 我不是 譬如說隨便假如舉一個好了 蔡英文的文膽嘛 姚老師嘛對不對 他不是說嗎 他之前要批判這個蔡英文的 他其實不是批判蔡英文 他只是提出一點點不同的意見 然後姚老師就被出征了 被吊起來屌打 那時候最後就說 我只是 我現在都沒有職位了 我都沒有職位了 為什麼要繼續說自己沒有職位 意思是說我不會去耽誤你們的虔誠 你們不要打我 你們要上位你們自己上 他又不敢講太明 你打我我不會升官發財 因為我已經是個廢人了 我已經歸縮在學術界裡面了 他是 他想講這種話 但他講不出來 其實講白那也是你慣出來的 你那麼支持蔡英文 你難道不知道他的底色嗎 你跟他朝夕相處 你難道不懂他的底色嗎 奇怪我們其他人都看出來怎麼 你不知道咧 對不對 160你說看不出來那很正常 對不對 我眼睛也被迷夢了對不對 但2020年這麼清楚的一個狀況 其實今天台獨要有成 你就要持續性的刺激嘛 現在台獨跟死人無異嘛 你現在說什麼去中化 搞一些有的沒有的 問題是真正的台獨 不是花拳繡腿啊 真正的台獨 是要有真正的力量的存在 結果你看這些人上台之後 他基本就是把台灣都吸乾了嘛 最近很多人在討論說 為什麼 這個什麼 這快賽要錢啊 這個也要錢啊 口罩也是叫我們要去買啊 為什麼 我跟你講因為政府錢被吸乾了啊 沒有為什麼 4300億抄震的稅金拿去哪裡 不敢講啊 那說我要還債啊 請問還去哪裡 搞不好特別預算編掉了 還有再來五倍券啊 五倍券檢案報告在哪裡咧 對不對 更別說之前的 其實之前的那個三倍券 那個真的是恐怖啊 收容那些錢完全可以自我自用 然後還有你這個防疫預算 8300億 請問怎麼編 他通通可以不用經過立法院審查啊 你在野黨連拿到資料的機會都沒有啊 你最後都只能看到他已經做出那個樣子了 更別說最近人家一查發現 你這快篩根本就沒 這個效果根本就沒有 就沒有什麼用嘛 然後這個很低嘛 像那個機場的效果 根據德國的網站有網友爆料 根據德國網站 說只有兩成七的這個效力 這是搞什麼嗎 但我到我們來講 就其實講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說今天如果蔡英文想要爭取蔡席會 他總要有目的 因為做任何事情一定有目的嘛 要嘛是夢想嘛 那蔡席會會是蔡英文的夢想嗎 我不認為啊 我也不認為 但是我怎麼會有這樣的疑問 因為已經不是第一次 就是好像每一次講到相關這種主張 然後相關的報導裡面都會提到說 這個蔡席會的可能 蔡席會的希望 類似這樣子的 就是我們當然在政治圈 我們看到這種的言辭 就算不是本人的意思 但一定代表說總統附近一定有一派的人 期待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會想說那是哪一派的人 以及他們假設如果這件事真的發生 真的比如說蔡英文在卸任之後 這個比照馬英九 比如說在新加坡在哪裡 在第三方來一個蔡席會 這樣對他的歷史定位會不會有幫助 還有對於台灣跟大陸之間的關係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微妙的變動 我覺得這個就是那一派人 他們好像在這樣想 但是我不是很清楚說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想 這是我有點疑惑 因為這不是第一次出現蔡席會這個字 每一次只要提到類似的東西 蔡英文在獨派或是平衡維持現狀的主張之中 就會出現 微妙的出現蔡席會這個字 那是我看不出 我看不出蔡英文跟習近平見面之後 他能得到什麼 倒過來就說 大家有沒有發現最近網軍K歷史 又K的開始很兇了對不對 因為聰明人又要出現了 為什麼 因為我的腦洞總是看穿他們的所有動作 第一個蔡席會有沒有動靜 有沒有一些蛛絲馬跡 好講白了 蔡如果要蔡席會 大家非常人所能為也 以現在的氛圍 以現在的積累 基本沒有互信基礎 但是走長過路線一定不會通 這麼講好了 中國這竟然直接定了 就是你裡面一些要員 是屬於所謂頑固台獨分子 就代表他其實不只是定你 而是說你這個政府的機器 就是一個頑固台獨分子把拒守的 對吧 所以正常邏輯來說 如果我今天已經把你的整個 這個所謂的一些要員 定為頑固台獨分子的時候 結果我還要跟你的政府接觸 那我不就認了你台獨了嗎 所以從這點邏輯上來講 今天只要在政府裡面共識的人 我是不願意去接觸的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我跟你一個台獨政府去接觸 我瘋了不成 但是唯一五最高領導人是不一樣的概念 但是你要直接挑蔡英文會面 那又不可能 你一定要有一個先前的一個 那怎麼辦 走非常規路線 當年國民黨跟共產黨所走的非常規路線 是透過國王會 然後國王會建立一個渠道之後 然後接下來有所謂的國共論壇 所以國共之間他有另闢渠道 他才可以去促成所謂的馬錫會 因為兩岸始終沒有辦法達成一個 絕對官方的對等信念 所以這國民黨他走的也是非常規的渠道 他沒有辦法直接走政府對政府的渠道 因為走政府對政府的渠道 這個對於共產黨現在是沒辦法接受 那你走黨對黨的渠道 可不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可是黨跟政府 如果當你是執政黨的時候 那黨跟政府這就很容易怎樣 混淆在一起 因為如果關係好那還可以 我認你雙重身份 你來我只當你是黨的身份 我不認你政府的官員的身份 因為這牽涉到正統問題 那所以怎麼辦呢 那接下來就是一定要這樣 一定要有一個是黨內具有影響力 具有話語權 那在這個老共前面呢 又可以做接觸人的 這個道理才是 才有辦法去聚集嘛 所以從這個思路去講 那所謂的徵兆 我覺得就很明顯了嘛 民共平台 這個其實是之前蔡英文 他們內部有人放聲出來的 這是鷹派放聲出來 所以當時被 不管是這個所謂的海派什麼 其他派系就把它拿來做為一個什麼 拿來做為一個搶票的 因為他們就覺得鷹派要背叛 但是我們倒過來想 蔡英文真的信仰中華民國台灣嗎 第二個再想 鷹派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所以我們要從幾個角度 去把這事情兜起來 然後大家才可以看出這個 我今天已經完全看出來 所以最近網軍重砲轟擊歷史 我先主要講答案 就是蔡英文絕對需要蔡熙惠 她的內心的妄想是需要蔡熙惠 而這個蔡熙惠會保護她自己 好我先把結論推導出來 那我倒回來說 那如果說需要這樣的話 那誰有沒有這樣的人選 是有這樣的人選嗎 其實我老早就講 我們每次講這一集 肯定要被黃標是誰嗎 這次你就知道嗎 我知道 阿亮哥嘛對不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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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亮哥 跟陸嘉誠 preparations 可以 ,你奸 看看 你是有什麼 好? 有 adject 你 看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